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我们又要出发了 开始开车 游车河 游车河 它想进来,那么好走? 去吧,快点 快点 刚好 我一走,它就马上来了 这里多繁忙 这里仍然是40mm 我要走得小心点 转右,现在转右了 就是这样 红绿灯停停 这里讲一下红绿灯 我考考大家 香港红绿灯的转快点 红,红,黄,绿 对吧 澳洲这里不是的 红,然后就绿 即是行车的时候 没有红绿灯 红就绿了 红就突然绿了 即是不能够准备的 一见到绿,就准备开车 对吧 这里很好的 就算红绿灯 也不要紧 因为后面的车不会吹速你 但不像在香港 香港开车 红,黄,Boot 一到绿灯就Boot 对 一到绿灯就Boot 好像有人把绿灯和响安 连在一起 红,黄,Boot 转右了 因为对面没有车 所以我就直接走 否则我又要站在中间等一等 等到它确定没有车 对头线没有车 我才可以转右 没错 其实你是不知道 对头线的车 是不是绿灯的 你看不到的 所以最稳定的是 当你要转右的时候 你要留意着对方 对头线的车的动态 你走着的时候 对方都一起都是绿灯 即是表示你要等它 要让它 如果你正在动 对方都不动 没有动静 会开车 那你就会放心些 可以转右了 红绿灯 看到了 但这里的人真的很斯文 真的不会怎么boot 会boot你的是什么 上年纪的阿叔 那些开车找食的 他们真的很赶快 但在市中心 比较少赶快的阿叔 我们转右要等一等 对了 因为对面有颇多车 有车了 我们就等一等它 对了 也不要打算快 等车走完才走 其实也挺多 还有两架 过了这两架 过了两架 那绿灯 其实不用太担心 绿灯都够时间给你的 那辆转了 即使它转红灯 例如你看到自己的线 转红灯 那也是一个机会 你转红灯 即是对面线都转红灯 那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 在等待位置转红灯 可以转红灯 是的 不用太担心 嗯嗯嗯 但你一定要走 如果你转红灯 你不走 那你左边的车 又转红灯 便会转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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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放胆 要开车 放胆去 是的 我们现在这个范围 左边就是最大的shopping center 是 就是Kent Center 这真是全城最大的shopping center 是的 最集中的 因为它是市中心 是的 未有COVID-19之前 这里是游客区很旺的地方 无论是自由行 大团 一定有一个景点 就是放你们在这里买东西 是的 接着去哪里 我会回到Lake Suite 接着去看那条全城最慢的时速的马路 哦 的士偷了步 因为是红灯 它马上可以转 而且这里的时速限制的规矩很严 譬如说给你听60 你就真的只能駕駛60 不像在香港 譬如说70 你走到85 都还未抄得 80 80 都还未抄得 通常这些不明文规矩 就是拍摄你 就拍摄你加10%左右 是 10%之内 都应该不会 trigger 那块相片的 嗯 但这里呢 就不是了 没错 因为我中过焦 可以做证人 是的 譬如说100 你102 已经 它有机会拍摄你 超特 当然啦 它拍摄后 它会有一个buffer 就是说有个2-3%的误差 是 所以102 其实它也未必会出告票 嗯 但107 减2% 105 其实它也能告你 是的 但基本上这里的人都很少超速的 真的 在香港是常见的 就是常见的 因为那些不文明的规定 所以你70不是真的走70 是的 好像是规矩70要走80 80要走90 是的 现在这个大十字很繁忙 我真的要等 是4条LINK的车 非常繁忙的大十字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香港 一些车很喜欢折来折去 是吧 是的 好像不咳线 不安心 是的 他们是为了要快一个 快一个半个车位 它就要折左 折右 对 快一个车位 所以便要折 由慢线折快线 快线折入慢线 中线 中线再折去快线 这里真的少这个状况 不要说少 所以变成了 你开车的时候 总之是开定自己的线 你不需要太担 当然我都会知道 人们会否切线 但它不会像香港那样 是突然间在前面 快线折入来 或者慢线折过来 就不会的 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开车 是会比较安全 还有你个人 都不会太tense 都不会太tense 在香港 真的打醒12分精神 你知不知道 开车真的 那些车是折的 用折这个字来说 在香港如果开开车 你会明白到我们在说什么 现在40 area 现在有个牌子 地下也是画40 是 你会想 会不会有人拍照抄牌 都不见有相机的 其实很多隐形车 是会拍在路边 然后就拍出来 所以是有机会被人拍到的 还有在这里拍摄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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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橙色的 是一个白色的 是很不显眼的 不过他胜在他 都会告诉你 前面即将有camera 你自己有心的准备 然后是一个白色的 不明显的 只是你走惯了 记得那条路有一个这样的准备 也是那句 小心 安全至上 是的 好了 现在即将进入这条街 这条街叫lick street 现在走40 我过这条马路 不知见不见这个牌 都已经写着30 是 应该看到的 前面红灯位 下面有个叫30的牌 即是说由40转30 是 然后你们看看 它30下面那里 有个叫做 有个牌红色的 有个CCTV的标示 是的 即是说实影你的了 那我先 alert一下 30 30啊 慢慢 30 慢慢 好 开车 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巴士站 左右两边都有的 这个应该是中央书楼 中央书楼 是交通书楼 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线 很多线都在这里有站 去各大不同的小区 是的 即是必停的 是的 这个叫做Lake Suite 好了 你再看前一点 你看到 20啊 低处未算低 这条就是最低的了 20啊 因为面前那些全部都是石板街 是不是叫石板街 为什么要这么慢呢 有原因的 这里就是一些步行街 是 附近都是很多夜市 遊客区 所以那些人在这条村内插网 为了令到行人安全一点 所以设置到那个时速很慢 是这么短的 这条石板街20 现在走完 走完 我们再去30 我们再去30 我们试试找街 转左 其实也有些东西要留意 是啊 现在就试试转左 30又完 又去40 对 转左 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是什么呢 咖啡仔和咖啡妹 看到有咖啡妹 是的 这里也有咖啡仔和咖啡妹 但它不是穿啡色衣服 通常是穿着制服 带着太阳帽 是 身上有些配备 拿着一部手机 大一点的物体 用来拍照 用来发告票 发告票 就不会夹在这个水泊里 通常会有张胶纸 贴着那张牛肉干 长长的牛肉干 牛肉条 不是牛肉干 就黏在玻璃上面 牛肉条 是 如果你拍了那些位置 要付钱 没有付 你就会试 我转左 你会看到 行人的路灯是绿色的 他们是走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 如果有人过马路 我们要停的 所以每一次 你会看到 转弯位 转左位 路后一定有个牌 寫着 你如果转左 请你小心行人 你一定要好 有没有人过马路 要让他过马路 你不让他不单止是Route 还要是Offense 可以告得 是的 这里的人很有趣 有时过马路的人 会指示你 我等你过 非常有礼貌 是的 这里真是交通駕駛 一个字 离让 无论行人或駕駛都离让 我们有没有去过大城市駕駛 我猜可能有些不同 因为大城市行色匆匆 这里真的有休闲很多 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是的 这些回旋处 你驶到近来 你会发觉 四个路口都没有车走 没有车来 除了你那个 其实这些车有些甚至是不停 直出的 对 好像是一个直路 对 对 没有人准备进入回旋处 你就不用停 不踩迫的 是的 话说我以前在香港开车 进回旋处 因为香港无所谓 第一个出口走的 他都有机会在快线进入 所以我永远在慢线进入 那条回旋处 就算我在第三个路口走 我都在慢线进入 因为如果在慢线进入 我只兼顾右边的车便可以 我不用来左边还有没有车 但如果我在快线 我又要左又右 我都要看 很危险的 在香港 既然回旋处都没有指明 我一定要快线或慢线进入 那我当然要找慢线最安全 不用顾那么多东西 但是来到这里 就不是的 如果我知道我要在三点方向走 我一定要限定快线 所以很不同 这个习惯 但是安全很多 因为我很肯定在我左边的线 全部都不会突然在我面前 突然说要走到三点方向走 因为每个人都是跟规矩的 跟回窝这样回 他们在我左边就一定在左边走 即一定在九点方向 十二点方向走 即不会跟我交通 亦都因为它是船窝型 你走到三点的时候 慢线的车已经拖走了 你走快线的时候 自然会变成慢线 所以你自然打了灯出的时候 就不用咳咽线 是的 有些位置 好像这个回旋处 你看到地上有些单车 有单车mark 即是说 你和单车共用 即是说 这里里面的提速只能够30 因为共用 单车都会和你一起 一起在回旋中间走 所以只能够走30 有些回旋处就不是的 有些回旋处就不是的 有些回旋处就会画了一些单车位 即是单车线给单车走 所以那些就没有规限 只有30 那些可能大概40 很多高速公路的回旋处 高速公路都有回旋处 高速公路的回旋处的路口 就会减到40 是 有些十字路口 有时就没有虚线 有时就有虚线 有时就有实线 那路口洞的牌 有时是写着让 有时是写着stop 有时是没有写 那这些呢 下一集我们再深入去讲讲 这些路牌 究竟是虚线和实线的分别 你何时会有你的优先权 何时你一定要让给人 找一次机会我们再讲 好吗 对 好了 前面就进入大回旋处 我以为3点走 我习惯我拿好快线 我拿好快线 因为我要快线进回旋处 早点切好快线 也好 好 我呢 我的性格是美与绸谋 所以一早就搞定那些东西 不用去到那一刻才 嘩 嘩 嘩 怎么办 对吧 在这里也好些 在这里好些是因为车少 你去到那位才发觉 我要剪线 因为车少 你剪线也还有时间剪线 在香港真的困难 所以在香港很紧张 如果那条线不合 真是死了 又要剪线 你能打灯来 但这些车不是你打灯就给你过 你打灯他们踩油 对吧 所以在香港很紧张 要转线 这里真的好很多 你打灯的人会让你的 那些人会马上洗慢车 就是让你先剪线 没错 原则上这里的灯位 是不准剪线的 如果你发觉 去到灯位时 发觉自己拿错线 其实你会看到 有条实线 在灯位前的 那条位 即是不可以剪线 错了 对不起了 看到了 一条实线 那条线 老年这么远 老年已经拿着灯 走到这里才进回旋处 原来这么久才进回旋处 开了一分多两分钟 留意到地下了 好了 我现在要入三点方向走 所以我打定右边灯 非常正确 对 等车走 对 车迈来 好 这个时间比较小车 所以就好些 早上如果上班时 这个回旋处很繁忙 已经拨了我过来这边 慢线进去已经走了 因为那个 离开了 对 带了它走去 我现在又走了 所以拧了你出来 对 所以有滑线的船窝型 真的非常好 安全 很安全 其实香港政府曾经试验过 在一些大的回船柱位 试过转的 但反应不是太好 我估计因为那些人太习惯了 那些同心圆的回船柱 反而不习惯这些船窝型 还有做完一些测试之后 又没有跟进 政府不知为什么 是 如果它是能够当机立断一点 全部 因为逐步有个时间表 转回它做船窝型 大家便快点习惯一点 还有我想是因为香港的交通实在太繁忙 那麽多车 其实大家在走快线慢线 你一早要拿好主意去切线 其实我觉得有些难度 可能是 我反而觉得是习惯问题 如果你能够做多些教育 多些推动 那个Change Management 你能够掌握得好的话 还有没有决心去转 香港政府的机架构 通常都是你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便不错 所以官员的任期又短 所以他们不太敢推行政转变 所以迟迟都不会转得到 以交通安全来说 船窝型是安全一点的 安全很多 我知道自己拿好线 我不用再左顾右盘 会不会车突然断过来 为了要离开回船车 所以其实是很安心的 在这里驾驶的回船处 是的 同心型的回船处 你在出线之前 其实你要切线 要在小圈切大圈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但往往在这些位置 就是最危险的 对了 为何我每次都会由慢线入回船处 我便不需要从小圈切大圈切出去 那些风险很凶狠 对了 对了 似乎我们有个深水去一个目的地 是的 吃饭时间 放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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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一整天早上了 霞姨 给个饭盒 不用吃霞姨饭盒不惨 我们吃个美好的日本饭 好 吃饭 好吃饭